新鮮柳橙和葡萄柚 放在冰箱內 客人點了飲料 現切現擠 連鎖飲料店中排 就是這一杯杯新鮮果蠣茶 喝起來比較新鮮吧 一個禮拜大概喝幾次 三 四次 有一種茶葉的香味比較重 輕輕搖晃 就能看到新鮮果蠣漂浮 至少有飲料杯的三分之一 讓愛好者喝了難忘 北上後甚至在網路PO文發問 為什麼只有在南部紅而已 北部只有少少的幾間 立刻引來同好說 高雄隨便走都會看到 但其他地方真的少得可憐 拜託台北多開幾間 不是為了說 要很快的斬家蒙 而去開一家店 是希望把那一家店的服務 跟品質做好 南北據點數量有落差 從南台灣起家的茶飲品牌 幾乎都有相同現象 高雄發跡的馬谷茶坊 在南部約有80個據點 北部只有10個左右 台南清新扶全擴張到 全台超過900店 中南部佔了三分之二 茶的魔手超過300個據點 北部只有兩個 同品牌 南北連鎖店的數量落差大 當然在北部的話 它租金是一個壓力 在北部的話 獲利當然會比較差一點 但是我們還是要盡量的推廣 北部展店賣的最大原因 就是昂貴店面租金 對業者來說 不是不想北上插旗 礙於成本得更謹慎 評估才行 三立宿有黃水聰 黃水聰 欧宇文 高雄